OK,我一樣切換一下畫面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有兩個方式 可以去用PowerCam錄製我們的這個數位教材 第一個就是如果是簡報的話 你就直接從簡報執行 然後去按錄製 如果是錄桌面的話呢 你就從桌面上的EverCam PowerCam或PowerCam都一樣 直接執行之後呢 來做錄製的動作 你就可以錄出我們的專案檔 那預覽的裡面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Index都一樣 裡面都會有Index可以來預覽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的部分 目前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 當我們在錄製的時候 哪一些注意的事項跟哪一些功能可以用 我們現在直接再來看一下 回到我們的簡報 那當我們今天在PowerCam使用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是在這個PowerPoint裡面 我們剛剛有看到它有畫筆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畫筆 來做一些註記 可是如果我剛剛是在錄桌面的話 那桌面呢 它沒有PowerPoint的畫筆 可是我也想要做一些註記啊 像我剛剛在講什麼行政單位啊 我要把它框起來 那這些怎麼辦呢 其實在我們的PowerPoint裡面 它本來就有這個工具可以去使用 它本來就有這個工具可以使用 我現在呢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我一樣透過上面工具列直接按一下 開始錄影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的工具 這個工具列裡面呢 也會有一支畫筆 也會有一支畫筆 那你可以點選這個畫筆 其實就是可以一樣 就像我們的PowerPoint一樣 這不是只有在PowerPoint裡面可以用喔 在你的桌面上也可以用 在你其他的這個PDF的文件裡面 也可以用這個畫筆來用喔 所以它等於就是你的另外的一個 畫筆的註記工具 畫筆的註記工具 那這裡呢 我就有把一些快速鍵啊 稍微寫出來 讓老師可以去記得 將來呢 如果說我今天在畫這個註記的時候 我不要用紅色 綠色是紅色 那我不按紅色 我現在要畫綠色的 畫綠色的這個內容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按一下G 現在我畫出來的內容 它就是綠色的 就是綠色的 那如果畫藍色的按B 黑色 空白鍵 回到紅色 按R 所以都是快速鍵 你直接切換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直接切換 那如果你不是要畫畫而已 我要框重點出來 我要畫一個圓 畫一個方 所以這地方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畫個方框 按個S 然後我要紅色的S 所以按個R 紅色的框框 所以一樣啊 如果我要綠色的框框的話 那我就按個G 把它改成綠色的框框 那如果要圓圈呢 我要一個黑色的圓圈的話 我們就按一個空白鍵 然後呢 再按一個C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畫一個 黑色的圈圈 就可以直接畫一個黑色的圈圈 所以這些快速鍵來講的話 就可以幫助老師呢 在使用PowerPoint的時候 你其實有一個 不管在桌面上可以用 或者是在你的PowerPoint裡面 或者在其他任何的文件裡面 都可以使用的畫筆工具 那同樣的 它也有橡皮 那個粗細的大小 所以你一樣可以 比方我要粗一點的 這個圈圈太細了 我要粗一點 畫一個6的一點 最粗到8 然後我要紅色的 你就可以直接任意去使用 就可以任意去使用 所以當然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就把它們結束掉 插掉 按ESC 整個把它插掉 就可以把它插掉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工具呢 讓老師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更方便來做錄製 更方便來做錄製 更方便來做錄製 那在這裡呢 剛剛老師其實就有其他的一個 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現在把它結束掉 我們剛剛在錄製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PowerPoint來錄製 然後也可以用什麼 也可以用我們的桌面來錄製 那如果兩個我都要咧 兩個都要 什麼叫兩個都要 比方我們剛剛在介紹 行政單位 我是透過網頁的方式 我先用我的這個網站來介紹我要講的內容 講完之後呢 我現在手上就有一個正式的文件 進入到簡報的部分 我要繼續來介紹 那怎麼辦 我這邊講完 我要接著是要切換到簡報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換不同的節點 來做一個使用的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重新再來錄製一份 我把剛剛的這個刪掉 變得太亂了 我再開一個新的專案 123好了 存到桌面 那我開始來錄製 一開始呢 我就開始錄製我的網頁的內容 我要趕這個招生的資訊 看這個招生的資訊 然後裡面的項目有哪一些 那看完之後 好我現在講講講講 講完之後呢 接著我要回到簡報 繼續來講另外一個部分了 所以我要換成另外一個內容 換成另外一個內容 在我們的這個工具列上面 這裡其實有一把剪刀 有一把剪刀 我可以換一段 換一段繼續來錄製 所以這裡呢 我已經錄製完成了 接著我換了一段 按了之後呢 接下來 我開始來講我的 簡報的部分 這個是 正式的文件內容 正式的文件內容 我就可以用我的文件來 做一個敘述 做一個敘述 完成之後呢 那我一樣停止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樣的差別 一樣我開瀏覽器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呢 在我們的右邊呢 出現了兩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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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個節點就是 我剛剛看到web的部分 的內容 第二個節點呢 我點過來 開始變成我們簡報的內容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用這一把剪刀呢 來分不同的段落節點 來做介紹 來做介紹 那當然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多按幾次 這個節點 你就可以新增很多 來做一個很完整的註記 來做一個完整的註記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錄製的概念有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編輯的部分 編輯的部分 我就讓他多錄幾個好了 好 把這個停掉 我們來看一下編輯的部分 剛剛我們在我們的這個PPT裡面呢 我們剛剛有錄製了一堆東西喔 好 在這裡面我們剛剛看到 有好多的這個節點 好 那我剛剛也講說 錄製完成之後 其實包括這個標題的內容啊 還有包括像這兩個節點就重複了 那如果我要做一些編輯刪除的部分 要怎麼樣去做一個編輯調整 好 這個也都重複了 好 那我現在發現呢 我可能重錄之後呢 錯誤的地方 我要重錄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功能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編輯講解 好 直接點選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進入到另外一個編輯的畫面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Powcamp的部分呢 它不單單可以錄製 它還可以做後續的編輯 好 可以做後續的編輯 那比方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現在呢 這兩個 是重複的 好 第一個是我正確的 第二個是我多錄的 那我可以直接點選 把它刪除掉 好 那同樣的這個位置 留一個就好了 把它刪除掉 好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呢 來做編輯節點的部分 如果有錄錯的地方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做刪除 做刪除的部分 好 那另外呢 順序也可以調整 順序也可以調整 比方這個第一個 數位影音製作 這個是在第五項好了 那我可以直接把它往下移 做調整 你一樣就可以直接去做它調整 順序的一個部分 做一個更改 做一個更改 OK 好 好 那我們剛剛有另外提到就是說 不好意思 可以再快速高速嗎 好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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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再切嗎 可以嗎 再一次 再一次 先把它切到叫好畫質 然後再切回一般畫質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這個廣播教學軟體 滿特別的 OK 好 那我們這地方繼續來看一下 就是我可以透過刪除也好 或者是調整順序也好 你可以來編排你的教材的位置順序 講解的內容 講解的內容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有講錯的地方 其實你可以很順利的就是重新錄製 比方好了 我第這個常見的數位教材製作這一頁 我今天在聽的時候發現 講得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 我想要再重新錄製這一段 重新錄製這一段 那怎麼辦 儲存 先把我剛剛的修改先存好 然後離開 常見的數位教材那一段 講得不好 所以我把我的簡報打開 那一段我後來再看的時候發現不好了 所以我要來修改 這一頁 這一頁 那我打算來再重新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所以我把我的簡報打開 然後呢 這裡 按下去 直接開始錄影 那我就可以再來講 這一次呢 我剛剛第一次沒有講好 所以我這次是第二次來講 這個常見的這個數位教材 那我就可以開始去講內容 講完之後呢 一樣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 ESC 把它結束掉 就直接把它結束掉 這個秒數就比較少一點 就比較少一點 好 然後呢 結束掉之後 我們一樣就進入到編輯的部分 請問 怎樣 特殊的 再按 較好 再按一般嗎 喔 好 這樣 還很特殊 那再快速高效一下 OK OK 好 這個相當 特殊 對 相當先進 對 相當先進 好 那我們繼續 我剛剛多錄製了一次這個常見的數位教材 就等重錄了一次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編輯 因為我現在在我們的PowerPoint裡面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從外面來進入 我就直接到我們的標籤裡面 這個編輯按鈕 點選 好 那點進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常見的數位教材 我就重錄了一段了 這一段才是正確的 所以呢 第一段 這一個 我們就可以直接怎樣 把它刪除掉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編修你的教材 不是說我只有一進到底啊 我都不能修改 那就太辛苦了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編修 好 我就是要這一個 然後呢 儲存 你就可以直接去儲存 那 完成之後 離開 好 接著 我要繼續往下來製作了 好 我就可以繼續往下一頁 然後繼續來錄製 所以 一個簡報數位教材 你不用說 我一天一定要把它錄完 我一開始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其實很辛苦 不用一次就錄完 我可以分幾個階段 我今天就錄個20分鐘 後面的有空再錄 怎麼錄呢 打開繼續接續就好了 我就繼續接續的這一頁 講完之後 再下一頁 繼續 前一天的進度 我就可以繼續這樣來講 繼續這樣來講 那如果錄錯的話 也不用擔心 我們剛剛講 錄錯的話 我就直接再把它重錄一次 然後之前錯的刪掉 留下正確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做編輯 來做編輯 好 那我們在編輯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刪除 除了調整它的順序之外 我們剛剛也提過就是 我們建議老師在簡報裡面呢 不要去加一些章節的註記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數位教材 將來可以到別的時候 可以再引用進來 所以我們不要加嘛 好 那可是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還是會有習慣 就是要一些章節 那我們說 我們可以在這邊編輯嗎 怎麼編輯喔 怎麼編輯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比方好了 疑慮 免煩惱 保證會 這三個是屬於這個第一章 第一章節裡面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三個呢 選起來 我可以一次呢 把他們三個框選起來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在我工具列的地方呢 會有一個向右縮排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退到後面去 直接把它退到後面去 那你說那這個內容的部分呢 怎麼辦呢 你要加上任何的章節的部分 請你點左鍵兩下 我們就可以自己手動的方式來建立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說 將來你要引用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需要去助記什麼樣的章節 因為你到時候 你可以自己隨時來增加 那你就可以引用到任何的地方 所以這標題呢 也可以修改 好改一下 這個不要按錯了 把它調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呢 縮排的方式呢 直接去分出章節 完成之後儲存 然後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預覽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我們所影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直接 就可以加上章節 把它的大剛方式呢 編排出來 1 1-1 1-2 那如果你需要更細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加上你的中文數字 都可以 如果沒有 它就只有數字的編排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可以方便你呢 可以直接把其他的內容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一樣 可以透過這個編輯呢 再去分出他的章節出來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請各位老師呢 可以 把你剛剛的這個簡報呢 打開 來 再做一下練習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哪一頁你覺得錄得不好 你要再重錄 那要怎麼重錄 用這方式呢 編輯的功能呢 去重錄 錄完之後 用編輯把它刪掉 哪一頁 錯了 刪掉 保留一下正確的 那如果順序要調整的話 你可以用編輯裡面的上移下移 那如果要分章節的話 你可以用縮排的方式 直接來做縮排的動作 分出章節 你就可以有一個大綱的像 像次出來 所以現在我一樣把畫面呢 再還給老師 請你幫我再練習一下 如果錄錯了 或者是要接續錄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做